热次辞退波切蒂诺换上慕里尼奥 球员布爽主帅遭殃 慕鸟星也是大 北京时间11月20日 热次官方宣布阿根廷少帅波切蒂诺下课 其所有的教练团队均已离职 热次说实话这段时间的表现不好 但这也不全是主帅的责任 然而这一切还是波帅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 波切蒂诺本应得到时间调整热次阵容 但他们夏天的转会操作不尽如人意 即使这个人让热次机身BIG6 即使这个人在执教期间 除了第一赛季拿到联赛第五 其余赛季均为联赛前四 上赛季更是拿到了欧冠亚军 球员自身表现不够出色却让主帅背了锅 有人说他们需要更好的球员 看看他们 他们有四个国家队级别的后卫 国脚遍地 英格兰的 其他国家的 据英国媒体《泰晤士报》的报道 穆里尼奥已经同意接替波切蒂诺 成为热次的新一任主教练 目前穆里尼奥团队一再热次集结 穆鸟的归来会让更多的主帅难受吧 毕竟这个人狂到没有边